我們知道俄乌的戰士還在焦灼當中 就沒有想在焦灼當中的時候 他們負責夏索夫亞爾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妖地 這個是烏克蘭的王牌軍 王牌軍掉67獨立機械旅 竟然傳出說他被解編 搞了半天他不是被解編 他根本就是指揮官在正前抗命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有新的角落機出來了 新的角落機在哪裡呢 在頓巴斯 頓巴斯來講 其中有個地方 恰索夫亞爾 為什麼這地方真的重要 因為他是一個高地 所以如果你控制了 恰索夫亞爾這個高地的話 你要打入頓巴斯 其實俄羅斯是非常難的 這是個一手難攻的一個地方 大家現在搶就搶烏東啊 烏東裡面最關鍵的就是 這個所謂的頓巴斯的恰索夫亞爾 沒錯 就現在守這個地方的王牌軍 不幹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在這個地方來講 很多的資源 就是丟到第67的機械旅去 過去來講他守這個恰索夫亞爾 是守得非常辛苦了 可是來講現在是士氣低落 因為他們的坦克壞了 他們的標槍飛彈沒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他們直接看命說我們不玩了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沒有恰索夫亞爾 如果失去的話 那俄羅斯的軍隊 就可以整個進入烏東地區 然後繼續往下去壓 那這個對他們來講的話 整個戰士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他們失去以前不是很高啊 對 因為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說呢 那時候戰士一出現的時候呢 在亞述鋼鐵廠看這個照片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說 你們把我們打傷了 把我們打殘了 只要不打死我們 我們都要為烏克蘭繼續努力 可是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當初這個感動的畫面 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因為越來越多的 貪腐的事件傳出來了 這造成什麼意思 造成我們在前線 打得很辛苦 你在後面吃得很開心 所以很多貪腐事件出來之後呢 一個一個的照片 一個一個的畫面都說 他們把錢拿去哪裡 買這個鑽戒 拿去買豪宅 拿去買手錶 這個東西出來之後呢 大家怎麼打得下去 你告訴我說你沒有錢 對 一直要跟美國要錢 一直要跟歐洲要錢 結果我的彈藥也都沒有了 我在彈進兩學的狀況下 我居然看到你的家裡面 全部都是美金 全部都是名票 我居然看到 你居然可以在國外製產 那我當然火大了 對 你看我們第67旅 在前面那麼辛苦 這是一個稅務的代理局長 他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在家裡面被抽出來 大概有500萬的新台幣 而且呢各式各樣 你看這個是美金 這個是歐元 連英鎊都有了 你想想看 我們國家在打仗 怎麼會有這些東西呢 其實 家裡有美金 對 有歐元 還有英鎊 因為他們在做這個稅務的時候呢 他給他偷偷灌水 他就說你企業在暫時 你還是得要繳稅嘛 結果呢 他把這個錢灌進去之後呢 他就用退稅的名義 結果退到哪裡 退到自己口袋 自己的口袋裡面 又買豪宅又買手錶 另外一個來真兵來講 這個東西是引起最大的一個爭議 你想想看喔 現在大家在恰所佛這邊 打得要死 然後呢損傷那麼慘重 可是 而且你把真兵的期限給我拿掉了 本來以後說我打5年打10年 我就可以回家了 你說現在這個時間拿掉以後 我要打到這個戰爭結束 打到這個天荒地了 結果 我在前線為你國家賣命 剛剛講到 當時一開始大家對整個烏克蘭 感覺感動是 在亞素鋼鐵上 你把我眼睛打瞎了 你把我手打殘了 你把我的腿打廢了 我還是要堅守這個鋼鐵 整個國家等於說 為這個國家拋頭顱撒熱血 結果 我在前線拋頭顱撒熱血 我在前線吃井 你在後方井吃 你不但你家裡有美金 有名料 甚至 我覺得看得更火大 你還買房子 買到西班牙去了 沒錯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大家會非常的火大 就是現在來講 過去你打36個月 大概就是三年的時間 你就可以從前線 第一線退回來 現在沒有 現在來講你要繼續打下去 但是呢 因為在戰鬥的 在戰爭的時間 每個人都必須要上前線 但如果你有給錢 你就可以不用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你的一個體檢 這體檢報告告訴說 你不適合上前線 這樣要多少錢呢 一個人只要20萬的台幣 很多的有錢人 一個人20萬台幣 然後呢 這個真幣的負責人 竟然這樣子 A了多少錢 超過一個億 超過一億之後呢 這間錢幹嘛呢 買豪車 買名表 然後最厲害的是 用過他太太的名義 去西班牙買豪宅 你想想看 如果是一般的士兵 我幹嘛上前線啊 這些人只要有錢 一個人給他20萬 這個錢居然有數億元 讓他就在西班牙買這個豪宅 對 所以這個賬到底要怎麼打下去 因為整個大家講的話 在哲倫師來講 現在就要想辦法說 這個東西 整個士氣低落 然後呢 連這個炮彈 然後不是一天到晚跟他講說 美國你快點 歐洲你快點 你炮彈不夠了 現在來講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連炮彈的 要買10萬顆的破級炮 總共12億的台幣 竟然有訂單有付款 可是炮彈一直沒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現在的 炮彈的破級炮 尤其是115mm的 他們竟然一天只能打幾發 30發 一天打30發代表什麼概念 你根本就是個煙火秀 你根本沒辦法 阻擋俄羅斯的軍隊來進攻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 這些錢 全部都跑掉了 錢你從金流去找 都已經到國外的帳戶了 後面都是誰 後面都是兵工廠的經理 跟國防部的高官 第一個 大軍未動 連草先行 你都要東西要吃吧 結果呢 他們竟然在軍糧這邊的話 你用什麼方式呢 用12到3倍的高價來購買軍糧 好 連糧食也攤 但是呢 對前線士兵來講 你這東西你要攤就攤了 但很多很多部分 你用2到3倍的價錢買了 運不到前線去 表示說我在採購的部分 先攤一部分 拿到東西之後 我再攤一部分 另外來講的話 連這個軍用的雜客 過去來講的話 雜客也有問題 你原本是要買這個迷彩服的 好 結果呢 一件報價大概10塊 20塊的個美元 你竟然送到了 烏克蘭年紀念的時候 變成八九十塊的夾克 可是呢 質量非常的差 凡是有經手過的 大家A一點 他A一點 減一點 到最後前線士兵 拿到的還是一件破舊的夾克 不是為什麼我們節目對於貪腐這麼在乎 為什麼我們對很多的貪腐傳聞 覺得一定要追究到底 剛剛講到的是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兵凶在危的國家 你不可能依賴說 這個國家裡面有一群人 前方吃緊 後方緊持 吃得自己有水 有飽飽的 你要人民替你賣命 那是不可能的 現在來講就是這個重點 前方吃緊 後方緊持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就是奧德薩的一個 真兵中心的副德 奧德薩那個地理位置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是一個夾口 他必須要看的是黑海 然後黑海艦隊 結果他竟然用這個方式來上下起手 凡是你只要有錢 然後他會給你開價 平均的中間值就是20萬美金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一個服務的話 我就把你弄得再嚴重一點 反正重點是什麼 就是不要當兵 那不要當兵的情況之下 他竟然就這樣子 收了500萬的美元 大概折台幣 1.6億 你知道嗎 這東西來講是非常 非常可惡的 我們剛剛講到了 現在我們本來也有戒嚴法 18到60歲的遇被性難逸 你不可以離開 可是你說醫療問題 沒有你的身體問題 你要出國留學 你是擔心爸爸 你子女超過三個 你要照顧殘疾人士 你都可以等於說 我給你出去證明 他就利用這些漏洞 給你收多少 收6.4萬到32萬 這樣子收來收去 收來收去 收到1.6億元 然後你看他在這個地方買 這麼棒的豪宅 這麼漂亮的房子 在西班牙 然後他太太就直接用這個鼓勵的方式 感覺上把這些稅機 把這些貪污來的錢 弄成一個投資的一個機關 在外面來 來 所以導播我們看 這個誰 這是奧德薩 曾兵中心的負責人 鮑利索夫 然後這個誰 他就利用他太太 他太太居然 有在奧地利 有在匈牙利 在都有賬戶 在奧地利 匈牙利有賬戶 然後開始賺鼓勵股息 賺鼓勵股息之外 剛才講的後來就直接買房子了 直接買房子 那剛才講的 之前我們講的前 前烏克蘭的國防部長列治尼科夫 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有戰功的 對 可是他覺得很奇怪 因為怎麼會被換掉 他被換掉 就是說原來當時的國防部 已經捲入了很多 貪腐的醜聞 這些貪腐的醜聞 就像你講的 我今天買糧食的 我今天買衣服的 我今天買炮彈的 都有問題 這個國防部長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他們當初有戰功的時候呢 得到西方國家很多的一個支持 所以包括標槍飛彈 包括其他的東西 一直來湧入到烏克蘭裡面 但是這些東西 最後有上前線嗎 沒有 出現在哪裡 在波蘭的黑市裡面 在戰爭的期間 這個人叫達蒂 他是一個代理局長 他最後呢 就寫了一個願望清單 你以為這是吸引力法則嗎 我寫的就完成嗎 你當然就是要叫這些企業來捐輸 他說我今年要賺到100萬美金 我今年還要去馬爾蒂夫 這些事情有沒有完成 都完成了 所以在他的家裡面呢 竟然有這些英鎊 然後有些歐元 甚至呢 還有卡蒂爾的名表 Omega的名表 這些東西 最可怕的是 還有一隻寶基的名表 一隻寶基的名表 就要上百萬的一個新台幣 到底怎麼來的 一定要就是用這種貪污的手法 去跟企業拿過來 而且現在在這所有資料裡面 我最驚訝的是基輔的市長 他這個全區選手 當時在國難發生的時候 他說我要在第一線 為這個國家效忠 我們當時還覺得非常感動 結果搞了半天 他在德國有兩億豪宅 對好 這個基輔首長呢 基輔的市長 他之前是一個拳擊手 然後呢 他的形象非常好 尤其是戰爭一番死的時候呢 就是這樣子 穿上的這個防彈背心 然後呢 直接接受訪問 就是告訴大家說 我要跟這個國家的共存王 結果呢 他還在做什麼事情 他在用一些稅務的手法 去跟一些企業 來要東西 然後呢 叫企業把德國的一些房子 先轉到了他弟弟的名下 然後過半年之後 再轉到他自己的名下 這個也太明目張膽了吧 這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戰爭 是不是不管最後會不會結束 等到他們錢撈夠了 你有西班牙豪宅的 你飛去西班牙 你在德國有豪宅的 你是躲到德國去 所以大家講的話 前方的士氣 怎麼可能好得起來 我們之前談到的就是 伊朗發動了300架的無人機 彈道飛彈 巡弋飛彈 進到了以色列 可是在英國 美國 法國 還有我看周邊國家裡面 用的一個防護網 防護網有還沒進來 我全部打掉 當時哲倫斯就很酸的說 你看到到以色列 對以色列這麼好 99%的飛彈 都把它給處理掉 我們也需要防彈系統 防空系統 可是美國就冷冷的說 兩個國家的狀況 完全不一樣 我想說美國怎麼這樣大小眼 可是我後來再去查才知道 如果我今天看到你這樣的貪腐 你家裡都是美金 你在國外有資產 誰鬼才要幫你呢 對啊 當然就不一樣 烏克蘭跟以色列 兩個是完全不同的國家 你知道烏克蘭來講的話 他周倫斯基看到那一個晚上 300多顆的飛彈 還有無人機 飛到以色列的時候 所有門國都在幫他 烏克蘭說為什麼沒有這種待遇 我好像是被棄子 被你們西方國家拋棄的感覺 所以今天回過頭來 為什麼西方國家 沒有全心全力的在幫烏克蘭 為什麼 最主要原因就是 內部貪污的問題 真的有貪污 真的有貪污 你知道去年9月的時候 周倫斯基到美國去 去聯合國的時候 其實他在出發之前 先file掉國防部的6個副部長 為什麼要file掉那些 因為美國跟他說 你這些都貪污的啊 你還來跟我要錢嗎 好 不要講9月 12月的時候 美國國會在通過這個 烏克蘭法案的時候 結果被共和黨擋下來 共和黨講一句話 沒有監督機制 我為什麼要繼續給 烏克蘭這些錢呢 就像邱國正講的 沒有監督機制 是啊 沒有監督機制 你錢就可能亂花 就有可能貪腐的情勢出現啊 然後你在隔年來講的話 一月的時候換掉這個參謀組長 結果這個參謀組長是誰 就是這個67獨立旅的 這個以前所帶出來的長官 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你周倫斯基把這些人換掉 所以這些獨立旅在前線來講 就不想打仗了 所以今天周倫斯基對外講說 我只是解憋啦 送到其他地方去啊 其實都不是 都是因為掙錢抗命 掙錢抗命 那掙錢抗命的原因是什麼 我拿不到好處啊 所以67獨立機械旅 真的是掙錢抗命 而且剛剛講到 現在有三個絞肉機 等於說在哈爾科夫這些地方 這個地方現在越來 夏索夫亞爾 越來越重要 它是頓巴斯最重要的高地 結果這裡守正地方的獨立機械師 居然抗命 是啊 這裡就是最前線 而且是頓巴斯的最前線這個地方 跟俄羅斯形成一個僵持的局面 而且就是一個絞肉機的概念 如果這裡地方失守的話 那當然烏克蘭就無法挺進 往烏東地方過去了嘛 所以現在這個地方是陷入泥鬧 但問題是什麼 你如果前線都判騙的話 不是判騙 抗命 抗命來的話 而且他們折倫時機竟然還派 軍事調查團到前線去 去幹嘛調查大家打仗狀況 結果回來爆料說 都是異性藍山 消極打仗 甚至也沒有發射實彈 發射煙霧彈 所以這個煙霧彈來講就是 交代完就完了 難怪現在 入部戰爭處於一種非常極度焦灼狀態 而且你看那個煙霧彈 難道真的是煙霧彈嗎 說不定真的是沒有彈藥也不一定 這是後方警次把這些軍糧 或是說彈藥的錢全部都虧空了 因為我看到一個最新的新聞就是 12.5億的彈藥都已經買了 都已經付錢了 結果這些彈藥全部不見了 是啊 那剛剛有提到說 在波蘭的黑市竟然可以找得到 或是在東歐的國家黑市也找得到 代表說有人把東西偷偷地運出去 你說我買了12.5億的炮彈 不是送到前線 是送到國外的黑市 是啊 應該是送到這個恰索夫雅爾 去讓他們打仗嘛 結果不是在東歐的黑市竟然找得到 那代表說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東西沒有送到前線去 那前線你的以前老長官 因為貪污 然後又被換下來 然後自己來講的話 他們又被解編 所以當然沒有人想要打仗 所以現在這個烏克蘭 走的事情雖然講啊就是說 你們都沒有空房來協助我 英國 美國 你們北約國家都是要拋棄的感覺 你們明明都有那個能力啊 你們都可以協助以色列 為什麼不來協助我呢 其實兩個國家真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在美國看起來 在北約國家看起來 你烏克蘭內部大家在警示 但是你跟以色列不管一段 你不管對納塔來講會有什麼樣的意見 人家保護的國家 你覺得他是認真的啊 你有認真在保護你的國家嗎 我再問一下所有的領導者 你到底在保護你的國家還是 你只想貪污吃錢 是啊 如果貪污吃錢的話 不好意思 美國他永遠不會幫你 因為他認為扶住你這個國家 就像扶植阿富汗的前政府一樣 一打仗馬上落跑 都卡打 巴黎去了 這些人 這些人怎麼扶得起呢 所以美國其實最瞧不起那種 扶不起的阿董 好 所以董事長 沒有想到 俄武戰爭出現這樣的狀況 今天的英國金融時報 登了一篇新聞 剛好呼籲你這個東西 有一家德國跟英國的 英國人合資的公司 是烏克蘭前十名的納稅大戶 對 那公司叫Cosmonaut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公司呢 一年要繳了好幾千萬的歐元的稅 然後它是線上遊戲的 線上遊戲的時候 就突然間在去年十二月份 得烏克蘭的安全單位衝進來 衝他們的公司 你知道嗎 說他們違法 把它封掉 封掉 這個之後咧 然後過了幾個月咧 這個負責人啊 被有一個人被通知 私下通知 約在維爾納 在維爾納 要錢 在維爾納私下談判 不是要錢 更惡劣 就公司的一半股權 叫他交出來 恐嚇他 要賺錢啊 前十一名繳稅大戶啊 對 他一年獲利大概兩億到三億的歐元 對 他就逼他 他說你要把這個事情敲好 我股權給我 要給他 讓他登記成一個離岸公司 對 就一般的我們的Paper Company 結果這個派去談判的這個英國人呢 他很聰明 他就把整個過程 通通錄音錄影 全部錄音下來了 交給美國的情報機構 所以他不是亂搞喔 他說不是亂搞 就讓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 然後美國情報機構介入調查 介入調查的時候呢 他今天把這個全案啊 告訴了金融時報 金融時報把它登出來 然後他宣布 他六月份的時候 他們在柏林啊 會開一個烏克蘭的 復蘇的一個大會 這個人準備公開做簡報 那責任司機啊 不敢回應 就不敢放 結果他就開始講一個故事 什麼故事呢 他說過去前面那個政府啊 就是那個雅魯科維奇啊 也是這樣子幹 那這個人是個 他們是投資公司啊 他在克里米亞啊 投資一個封廠 封電廠 也花了好幾億歐元 他把它封掉 封掉 把它封鎖掉 封掉不給他幹 不給他幹呢 也是老招約在歐洲 私下要股權 要股權 這個英文人不肯同意啊 就告嘛 就跟他在歐洲 歐盟其他國家 告打關係 所以武漢人都這麼搞的 就這樣惡搞啊 然後告就 結果告什麼 結果克里米亞被 俄國人被輸 被俄羅斯 再拿走了 沒有標的物了 白告一場 所以過去就這樣貪污 到今天還是這樣貪污 他繼續說這個 責任司機本身也貪了一大把 這個仗怎麼打 對 所以這個事情 可是現在麻煩在哪裡呢 俄羅斯如果打贏了烏克蘭以後啊 會不會就此停止 當然不會 他會繼續在幹 其他中東歐國家會繼續幹下去嘛 所以匈牙利不是匈牙利 這個這個 捷克 捷克 波蘭 波蘭啊 還有波羅的海的三小國啦 每一個現在都提高了國防預算 大大都嚇死了 結果李小子在那邊貪污 對這個仗怎麼搞法 所以這個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這個事情是個僵直啦 然後看起來這個地面戰 在今年呢 這個地面戰 看這目前情況 俄羅斯應該是會獲勝 因為普丁最近又增補了 當今有15萬的部隊 投入這個戰場 所以地面部隊 應該是會獲得具體的勝利吧 但是他們現在 烏克蘭唯一的機會呢 就跟英國合作 用這個暴風陰影啊 跟這個所謂的這個 用遙控船啊 去打這個刺客大橋 就是把克里米亞大橋打下來 如果把刺客大橋結斷的話呢 場面上可以有點交代 可以稍微好看一點 但整個戰況的情況 已經非常的惡劣 我看烏克蘭要維持現況的條件啊 目前都不具備了 宇雪 這樣聽我們在討論是 黃鼠光為什麼突然的離職 他說離職要專心打官司 這非常奇怪是 不會講嗎 現在的海關號 已經到了最後階段 一個Let's buy了 照理講你真的是公在國家 你應該讓他繼續做啊 而且520 你現在的位置 也應該說到520 你幹嘛現在要離開 你到底是自己要走的 還是別人要你要走的 這中間有很多的問號 今天我們的老大姐周錦文 我非常佩服他喔 他今天寫了一篇 黃鼠光該得勳章 他是不是在幫黃鼠光教區 可是我看完整篇以後 他完全證實了是 黃鼠光被趕中了 首先沒有錯 保瑞哥周錦文呢 他是自由時報現任的總編輯 但他的資歷遠遠不僅如此 為什麼 因為他歷經了五任總統的任期 所以代表他是資深中的資深中的資深 所以今天他講這句話是有意義的 各位我唸他的原文給你聽好了 他說什麼 他說像黃鼠光一樣喔 這種智力從潛見國造 從無到有的參與者 國家應該要頒勳章給他們 怎麼可以任其辭官去打官司 這叫做國門不信 所以他兩個訊號 第一個 國家沒有準備頒勳章給他 他才要幫他教訓 連個勳章都沒有 第二個就是 他真的是直觀專心打官司了 保瑞哥首先第一件事 請問勳章是說大不大 是說小不小的事情 請問一下勳章喔 你知道代表什麼意義嗎 代表什麼 空的 就我給你榮譽嘛 這什麼也沒有留給你嘛 所以黃鼠光連勳章都拿不到 這是周錦文證實的事情喔 連你的心理安慰器都沒有 那請問一下 這個第二件事情 是誰不給他勳章 是蔡英文也不給他勳章啊 這才是重點嘛 因為黃鼠光是蔡英文任命潛建國造小組的召集人嘛 是因為給勳章 蔡英文想給就給 他想給誰就給誰 他想給明天就可以叫你來 馬上就發給你嘛 那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所以代表蔡英文為什麼不願意給黃鼠光勳章 或者是說他連給都不想給 懶得給 這我們等一下解釋嘛 這是第一件事情 再來第二件事情 請問一下周錦文還證實了什麼事情 證實什麼 黃鼠光真的沒有投入了 他真的要下台育鞠躬了 怎麼說 因為他自己講的啊 他說怎麼可以任其辭官去打官司 所以他驗證一件事情 黃鼠光真的要辭官 那反面頭來叫做什麼 沒有人要慰留他 這很奇怪的事情啊 我問一下喔 邱國正對不對 蔡英文那時候我們講了 他兒子邱晃年事情 是不是把他慰留住了 對 你說他是國防部長 那請問一下 潛建國造小組召集人這件事情 潛建人要停下來了嗎 未來潛建不蓋了嗎 要蓋啊 把七艘是不是賴心的說要繼續蓋 而且打官司跟你辭官有什麼關係 你現在這個位置上也可以打官司啊 你這個意思是說 黃鼠光沒有辦法再繼續 待在潛建國造小組裡面 沒有辦法再進行這個他人生之夜 而反過頭來他現在當前的第一要務 就叫做控告五子家 妨害名譽 控告五子家誹謗 拜託一下兩件事情 一個叫做潛建國造 一個叫做告五子家誹謗 保雷哥 這兩件事情怎麼能拿來比啊 當然潛建國造重要多了啊 對嘛 不然而且他不矛盾啊 他不排斥啊 你可以同時進行啊 我們這些所有在堂 大家每個人都打過官司 難不成我們每個打官司的時候 我們立刻就要把我們工作吃掉嗎 評論別評了 我們專心去打官司 更遑論 這是一個極度重要攸關 台灣國家未來發展的一件大事 各位 那我再問第三件事情就好了 過去大家不是講 沒有黃鼠光 沒有錢 我猜不住了 誰有比五斗的官司多 如果要追擊打官司 他哪都不能去了 這個五斗就每天跟一個人一樣 柯文哲當家裡蹲 然後每天看自己的文案 每天在忙那些 不可能嘛 這外行人講外行話 沒有人在專心打妨礙民運了啦 你今天又不是什麼刑事案殺人罪 你要專心什麼啊 妨礙民運耶 在開我什麼玩笑 再來最矛盾的一個點 以前大家都講說黃鼠光 叫做什麼 潛建國造的推手 包括黃鼠光 包括柳世衛 包括郭禧 包括韓琪的顧問 請問一下為什麼 被得讓這些人去在裡面瞎講 或在糾纏不可 你找不到其他人啊 那找不到其他人 你耐心的說要做七艘 那我問一下黃鼠光走了 那要找誰做 沒人了嗎 對啊那不是就沒人了嗎 那你為什麼黃鼠光這次要走 我在講按照我們周錦雯 這個大前輩的邏輯 而且周錦雯特別想到 賴準總統也可以在就任後 繼續延覽黃鼠光在政府團隊 代表現在沒有啊 對所以我跟你講各位 這個東西非常有趣 因為周錦雯一次點了兩個總統 他說第一個叫做蔡英文總統 應該要給他頒發勳章 但所以他證實一件事情 黃鼠光蔡英文不給他勳章 而且也不讓他繼續留在 潛建國造小組的召集人喔 這是蔡英文的動作喔 那反過頭來問一件事情好了 蔡英文為什麼不幫給他 請問一下是誰主動說要辭職的 黃鼠光自己說要辭職的啊 黃鼠光自己主動說要辭職 然後開始在放新聞放話鬧脾氣 那蔡英文理不理 不理 蔡英文不理他嘛 反而重點是在於第二段 第二段他講說什麼 賴清德也可以延續黃鼠光 在政府的團隊 投效未盡的工作 所以各位他講這個重點 這個工作還沒有完成 未來七少也要一次編 但顯然這件事情是蔡英文跟賴清德 即便在國安系統上唯一的共識 也就是不管蔡英文不管賴清德 都沒打算把黃鼠光留下來 而且賴清德根本壓根不喜歡黃鼠光 所以董事長 周景文這篇文章耐人尋味啊 周景文這篇文章透露了非常多的天機 天機 第一個就是周景文跟黃鼠光 他們一定是關係非常良好 而且對全案的了解的程度 非常深入的第一個 他是專業人士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他透露的第二件事情就是 蔡英文沒有留任黃鼠光的辭職案 到目前為止沒有 因為讓他專心打官司 就讓他專心打官司 辭職 辭官專心打官司 辭官專心打官司 這個事情看起來是蔡英文同意的 所以這個 這個文字是什麼 任其辭官去打官司 任其就是我讓你去打 辭官了 所以蔡英文的態度是支持 黃鼠光辭職打官司 那這個事情呢 周景文認為不應該 應該要把他留任下來嘛 留任下來 在任上打官司也可以嘛 不矛盾嘛對不對 我是被告 我替我的原告來爭取權益 我完全支持蔡英文總統 留任黃鼠光 當選建小組招集人 然後來告我指下 這個我完全同意沒問題 周景文的這個主張跟訴求 我也支持周景文的說法 其實是 蔡英文為什麼不同意呢 為什麼 所以蔡英文不同意的理由 才是真正的理由 第一個不同意留任他這個 繼續擔任官務官位對不對 國安會秩序委員 第二個還有不給他勳章 因為他跟他一起討 要跟他索取勳章嘛 要跟他討 要跟他討 周景文要幫黃鼠光出面 要個勳章 出頭 以他的這個自由時報的 總編輯的力量 來跟總統要勳章嘛 幫黃鼠光打抱不平嘛 所以那問題是 蔡英文總統我們了解他 一個勳章他會小氣的不給嗎 當然不會啊 不會 一定會給 第二個前面有一個例子啊 這個邱國正 已經留任到520啊 所以他留任到520這件事情 蔡英文也可以做到啊 為什麼這兩件事情他都不做 要麻煩到 自由時報的大總編輯 在寫文章 公開在2300萬人面前 公開要來用文字的來 提出一個正式的 這個正式的要求 這個很奇怪嘛 就證明了一件什麼事情啊 就是蔡英文啊 有困難 有艾難 沒有有困難不能給他勳章 也有一個也不能夠幫他留任 換言之講 這個事情就是要去對應 對照什麼話 昨天邱國正在立法院講的話嘛 就這個事情有弊案嘛 就邱國正很含虛的講有弊案 那今天周景文在說明了蔡英文的行為以後 就證明了蔡英文不能給他勳章 也不能讓他留任的原因 就是你看 昨天柯文哲在一個直播裡面 大家會說你四年後要不要再拼一次 他說我看看當時的身體狀況 你為什麼講說 這是柯文哲一個非常重要的宣誓 因為柯文哲以前在講說 要不再拼一次的時候 他都是當仁不讓 現在從當仁不讓說 我要看看狀況 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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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都好對不對 他都講義無反過再拼一次 對嘛 那保雷哥為什麼要再拼一次 為什麼他當時要再拼一次 他的政治能量跟生命才能延續嘛 他才能保住他的主席大會嘛 所以2028再拼一次 義無反過再拼一次 請問一下 這柯文哲能不能否認這件事情 不能否認 當然不能 而且那也是民眾黨存續的關鍵喔 民眾黨存續的關鍵 跟柯文哲的保命符嘛 讓他能夠在大安森林公園 有一絲喘息的這個重要的呼吸器 那如今為什麼柯文哲在直播的時候說 他有沒有講啦 到時候再看情況啦 我身體好 我才會啊 不然我都好 再算看看啦 再看看 欸 保雷哥 完全縮起來 你覺得這是縮起來了 當然是縮起來啊 你怎麼會突然改嫌疑側 因為什麼事情都可以翻篇 但義無反過再拼一次 絕對不可以翻篇了嘛 那保雷哥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你要配 而且4年後他還沒有70歲啊 現在沒有70歲都算年輕了啊 對嘛 我們想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我們宋楚瑜 宋伯伯都在人家 站到幾歲了 所以保雷哥我跟你講喔 這件事你要配著他去賣療選舉來就CUT 各位還記不記得我說他去賣療選舉 你說這個是賣療選舉玩的覺悟 欸對 Part 2 因為賣療各位 他叫做什麼事情 賣療他叫做避風頭 為什麼他避風頭 避其風芒 那誰的風芒 那賴清德的風芒嗎 賴清德那時候在忙著做什麼事情 提出內閣人選 提出人私案 那保雷哥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我們喚醒一下記憶 柯文哲有沒有拼過任何一個內閣 任何一個人是任何一個案件 沒有 他拿柯文哲的特性是什麼 我最低 最愛跟人吵架 什麼話他都要講 什麼話都要奇怪 然後避透賴清德為什麼他不拼 所以去賣療有他的理由嘛 他要避其風芒嘛 因為他知道自己在台北市 包括台世光 包括進化城 一大堆吵打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案子 所以他去了賣療之後 他需不需要回應這些 不用 他可以守這樣子看光電田 他可以握著淋衣裡 每天去洗頭 然後去站入口 你說他不敢惹賴清德 對嘛 他知道現在 我最好是不要去惹他 為什麼很簡單 因為理由 你以為只有陳凱琳嚇到皮皮串嗎 不是啊 柯文哲看到鄭明謙的時候 心頭會不會發涼 心頭會不會發花 他也會嗎 當然會嘛 因為這個法務部長他是誰都辦 我管你什麼大官 反正我葉世文 我管你什麼國民黨 我通通都給你照樣子辦過 林之妙 高鴻安 他看到高鴻安 他在這裡想想 欸 下一個會不會是我 哦 有 可怕 當然會怕嘛 怕死嘛 所以保雷克現在看懂了嗎 為什麼他這時候說 沒有啦 看情況啊 身體好 因為柯文哲縮起來 他很清楚 自己得罪賴清德 自己威脅到賴清德 最大的一個理由是什麼 2028再聘一次嘛 他是不是2028再聘一次 我問一下各位 國民黨會有影響嗎 他的小草 請問一下跑得到國民黨那邊去嗎 不會 當然不會嘛 他的中間選民也好 他的小草也好 各位 記得哦 他都是跟誰要來的 都是跟誰手來 跟賴清德 對嘛 那最原初的始祖 這總統我不是演一次給你看了嗎 我把小草交給你 你把台灣交給我 蔡英文嘛 就是蔡英文當初817萬票當中的那些 中間選民跟游禮選民嘛 所以當現在柯文哲知道 賴清德是因為他的2028義務反顧 再拼一次 所以把這個大炮把鄭明謙早就已經對準向他了 要是你是柯文哲你敢不敢講 你還敢不敢講 不是 而且他賣療疑意底氣都沒了 對嘛 各位啊 他賣療選完之後 你如果說選贏喔 至少好歹也可以撩敗 結果他選到一個證明說 他現代的政治能量 跟他現在的聲量已經降到極致低 那你說余軒這差別在哪裡 當然啊 保德哥 我們要斬一個人的時候 要殺一個人的時候 趁女婿要你命 趁女兵要你命嘛 所以柯文哲知道現在是最虛弱的時候 但你看啊 下面那個黃國昌有夠壞心 你看黃國昌講說什麼 這答案不行 太離譜了 一定會再拼一次 這個才對 手肘把人死欸 柯文哲 你快去 我推你過去 柯文哲想說你這傢伙真是要把我害死 我就已經現在 蔡英德在風頭上 我不想要 我躲都來不及了 對嘛 我就是你先等等 大哥你不要先叫我去好不好 我沒關係 開玩笑 我先還一下 2028開玩笑一次好不好 所以柯文哲知道現在不能去得罪嘛 就黃國昌反而要把他往前推 那你說柯文哲他有哪幾個案子 我隨便數給你聽 台字關我都不講 最新一個案子是什麼 金華城這個案子啊 金華城我跟你講各位 這個案子解釋不清的啦 為什麼 因為當年度金華城的容積率 最早最早 勾詐勾詐是大概只有多少 392 他只有392 就到了柯文哲 各位 中間有歷經好市府哦 好市府把他擋下來哦 你知道到了柯市府的時候 我都不用講過程 保留給我直接講個結論 你知道漲到多少嗎 840% 嚇死人了嗎 那你柯文哲這這樣子 你要怎麼跑 危經小神你要怎麼跑 你當中一大堆迷目 說什麼愛啊 一下子停車回饋啊 任養公園啊 人行道啊 入宿啊 反正就是列舉 你大堆族繁不及列宰的理由 那大家就不經過呢 你柯文哲要打倒財團的 我不管 反正隨便你怎麼講 什麼財團把人家當魚肉 然後人為刀主我為魚肉 那你要怎麼解釋 你解釋不了也沒關係 那請問一下保留給我 賴清理會不會針對這個案子啊 當然會嘛 監察月都出手了 對嘛 所以已經有動作了嘛 已經先各位 還沒有開槍鬼影 已經先過來 已經先看到了吧 而且我再數好不好 北市科 星光的 T17 T18 這兩塊地 然後到底是怎麼樣給的 怎麼樣的賤賣市產 還有我們講的台治光案 各位隨便你數 任你挑選 所以只要任何一個案子被咬中 柯文哲被列為被告被起訴 他就吃不完兜著手 所以他清清楚之狠的要命 那請問一下 這一把槍 這一把大砲 掌握在誰手上 在賴清德手上 所以你說他還敢不敢再拼一次 好 所以董事長 1月14號的時候你看吧 柯文哲堅定的眼神 下一次一定可以贏回國家 義無反顧再拼一次 可是昨天你就看到 這個氣場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那四年後再拼一次嗎 到時候再看情況嘛 要身體好啊 身體要存在 要人在 要人的自由活動 不要被關起來啦 就是怕這個 這麼嚴重嗎 吹牛逼吹了半天 最後被收壓怎麼辦 對不對 這個事情變化太大了嘛 因為他的問題非常多 我先解讀一下 他當天2024大學 下一次一定可以贏回國家 1月14號講的嘛 為什麼你知道嗎 很簡單 台灣任何一個政黨 當你柯文哲自己輸掉總統的時候 他要不要持黨主席 要持黨主席 他說我下次還再拼的話 不用持黨主席 不用持的話 大家有個 我們在做股票有個錢 有個good way 對不對 有個期待值 膽丟在那邊 我還要繼續選總統 所以這個主席給他來做 不過這個話 你就要選輸的人下台啊 他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不辭黨主席當天 然後第二件事情 到了這兩天 麥寮掛了嘛 麥寮掛了以後 他就認清現狀 沒有底氣了 他知道撐不下去啊 撐四年不可能嘛 對不對 麥寮對他打擊有這麼大 麥寮一個打擊 還有一個打擊 黃曙光啊 黃曙光跟他的關係 很特殊欸 他當初那麼多人 那麼多人 他為什麼要找一個小英 就找一個黃珊珊小英女孩 過來當他副市長 他是議員而已啊 他隨便找找個大學教授 找個立委 找一大堆都可以啊 他找個這個黃珊珊幹什麼 黃珊珊選立委選不上的人 黃珊珊有一個哥哥很重要 叫黃曙光 因為黃曙光如果他當國防 他當總統的話 黃曙光就是他的國防部長 他那時候算盤算 他跟國民黨一合作 他當總統欸 藍白和的話 他的國防部長就是他 因為軍方這個系統 一般老百姓很少接觸 很封閉嘛 那黃曙光是誰的愛將呢 蔡英文的愛將 所以他這個時候呢 有黃曙光 有蔡英文 有小英女孩 有黃珊珊 你看最近黃珊珊一定跟他不會在一起啊 為什麼 倒霉鬼 倒霉鬼要躲開一點 他很現實 科學理性物質 這個不會搭的 因為什麼 李哥哥倒了嘛 然後 你副市長任內一堆疲漏嘛 我再跟妳搞的 結果的話 我要坐牢嘛 所以他不是上次 台志光講的 這個事情 我本人 我個人沒有什麼關係 他本人不會有事 那誰會有事呢 当然就是黄珊珊这些旁边办事人 有可能会出事嘛 所以他现在知道 他要跟倒霉鬼保持距离 然后第一件事情 先不要得罪赖心得 因为很简单 今天如果民众党的年轻票 公共者不在的话 这个票会不会到国民党 不会 会去哪里 赖心得 赖心得的票嘛 所以你不是讲过一句话吗 民进党的人的选举最重要的 他不是要搞政绩 阿伯在台北市当市长政绩第一名 碰到马云九就输了 把对手干掉 对手干掉最重要 政绩要干什么 不必政绩 对手干掉是第一名 那这里面未来 你说台湾的政治 不是拼谁的政绩好 是谁能够把对手全部干掉 唯我独尊 对 就跟习近平一样 这个事情就是民进党的 选举的基本逻辑嘛 千古不一的逻辑 就这个才最重要 那谁是他的对手 柯文哲 柯文哲 因为年轻票嘛 所以唯一的对手就是柯文哲 所以他就是说 看健康好不好 我现在跟他讲 不是看健康好不好 看传票有没有来 传票有没有严重 看判决书有没有来 这最重要 他知道 他这条招没过 所以这个对比 昨天的讲话 真的是撞下去了 不是 他转弯 他就释放这个信号 也透过关系 去告诉赖清德说 我二八可能不会选了啦 你就不要 不要对付啦 你就叫你那个 政部长 那个 法务部部长 我这条你就不要搬啦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会办到别人 办不到他 因为他首长 他没有亲自去签公文嘛 可是图立罪的话 有的时候是 很难讲 因为官司 打官司要专心打 黄曙光讲的对 要认真专心打 那像这种情况 人在衰 静博要行赛贵 他这些人 通通是倒霉鬼 倒霉鬼大团圆 就是他 柯文哲 黄珊 黄曙光 倒霉鬼 通通在一起会被告 好 会者 刚才讲 人在衰 现在静博要行赛贵 他现在之前的倒霉事 都被翻出来了 是 白杰哥 你知道吗 柯文哲 现在真的是身心俱疲 身心俱疲的原因 有什么 第一个 卖了 学得那么惨 让他轻轻想说 天哪 我真的已经没有人气吗 第二件事情 就是台智光 金华镇这些 我案子可能被办 到最后 搞不好是在 真的是在看守所里面 度过他的晚年 退休是多惨 第三件是什么 被人家发现 原来你157 所有的政绩 原来都是笑死人 越勤奋 但是看起来是越笨 多笨你知道吗 我面前正在讲 最怕碰到什么人 又笨又勤快 你说他就是那种 又笨又勤快 是他现在真的是又笨又勤快了 怎么说呢 我们昨天已经有讲到 他有十大败机 我们已经觉得很荒谬对不对 没有最荒谬 只有更荒谬 怎么样更荒谬呢 他现在讲了 我们先把它找出来 2017年的时候 他说他要推动一个叫无人自驾巴士 然后还讲一大堆 他说我们要以新科技和思维 来应对未来的问题 你现在看到画面就是这样 而且他还说我们台湾有很好的产业 一定可以做成 还说什么 半夜如果在信义区看到无人车材宝 别怕到 巴士上也没有人了 不要紧张 甚至到2019年跑到以色列 说你看人家以色列都可以 我们台湾绝对可以 那时候就有人问他说 不对 你要做这种无人的这一种巴士 你要有很多法令的松绑 你要有中央的配合 包括什么 包括就是说你如果自驾车的 上面也没司机 你出了车祸 那有没有保险 这个都是要法令要相关松绑的 还有你车子行经的路线 你说你都无人 你要用GPS 那个相关的是不是也要有相关的规管 所以他要做一个自动无人驾驶公车 对 结果后来那时候 所有人家提出现实的难度 现实的考验的问题 你知道他说什么 什么东西都等中央法令松绑 那就都不要做了 当时话说得很好听 就到2020年的时候 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进行相关的 而且是半夜 他说试跑 试跑 然后是半夜 结果后来到了2022年 那个世间议员就问一下 他们的一个局长 说不是 我记得你们几年前 有讲一下无人巴士的那个 结果呢 他说结果从来没有推动过 从来没有推动过 他敲锣打鼓跑到以色列去看 然后他特别弄了一个方案 然后跟拉拉吹牛说 不能等中央 还有对方说 我们是有战略的 然后就开始无疑而走 无疑而走 王世间讲 你们现在推动这个 对不起 技术有困难停止测试 测试阶段就停止了 不是不是测试阶段 连预算都没变 所以有四间议员 什么都没有 就四间议员 听到就很深情 四间议员就说 你们根本就诈骗集团 你们是四不一没有 什么四不一没有的 你们不了解 不推动不修法 不编预算 政策没下文 然后他就拍拍屁股就走了 但是你就知道 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科文哲的政策 说157 结果说到整个屁股 结果就当时了 连预算都没有编 你讲了那么多 你说一句实在话 真的让人家觉得说真的太荒谬 但你觉得很荒谬 没有还有一个最荒谬 哪一个最荒谬 公园 小朋友不是很喜欢当秋千吗 他吃饱没事 把想法都到小朋友身上 他说 这个小朋友都喜欢当秋千 为了当秋千 常常会有很多的纷争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六大公园 包括大山森林公园 我们在每个当秋千 前面要用一个计时器 你要当的时候按下去 等完三分钟 他会逼 逼三分钟 逼完之后你就要换下一个 就你知道吗 不到十天 所有的计时器一半坏掉 都坏了 一半不坏掉 一半不见 那为什么一半坏掉 因为他没有防水 所以下雨就坏掉 那为什么不见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啊 不是啊 就是标新立异 我跟你讲 你要讲为什么不见才好笑 那为什么不见 因为他说三分钟 逼逼逼要换一个人 对不对 他就一直逼 小朋友就不要下来 后来大人就生气把他扯下来 扯下来 当然啊 你小孩子都不走 你怎么叫他下来 小孩子有那么好管吗 你一个逼逼逼 小孩子就要换下来 所以搞到心想 你写在冲杀小朋友 真的是 每一次搞小朋友干嘛 那你觉得很好笑 就包括还有其他的 什么口罩机啊 口罩机那时候 这2020年嘛 大家都记得在疫情的时候 六七月啊 然后六个行政区六台 结果从头到尾 你知道吗 一天只有卖六百分 全部加起来 后来也没再卖了 因为就没有了嘛 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也非常荒谬 你有什么实名制 反正就是一个你要分流啦 然后你可以逼啦 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消毒的这个 他就一个神奇机台 神奇机台呢 总共花了一千万 买了两百四十五台 结果用不到两年的时间 一年多 现在全部 你现在看到哪里 你知道堆在哪里吗 对在哪里 各局处的储藏室 全部都堆着 所以柯文哲哦 讲到现在 在大家一一把他所有的政策啊 所有施政签出来之后 你就发现 他真的是一事无成 又笨又勤快 这种人可以说 台北市总做八年 做了八年 所以我们现在才从天龙国 变成地属国 你现在也不信了 趴在地上 被高雄真的是趴在地上打 我们这人都特别警告 这个来自华南的这个雨带 会进到了台湾 这个会造成一些灾害 就裹不起来 今天早就扫过去一下子 双北就 露大风 不但露大风 连反弱的很多的部会手掌 都迟到了 是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今天的这一个暴雨 瞬间的暴雨 真的是导致整个交通 都呈现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塞车 然后塞车再加上淹水 你知道人民就非常怒火 所以呢 你知道很多人 就是高架桥耶 高架桥上面 然后五谷啦 还有一些翡翠水库 这个附近的一些山区 雨势更是大到真的不行 然后呢 他们就想到说 现在今天早上 也因为这个大塞车的 一个情况 很多的部会手掌 开会都迟到 那人 我们一般人坐公车 或者是坐停摩车 这一切的 更是塞到不行 所以瞬间他们说 在那个蒋万安的一个 市长的一个留言区 全部都杀国 今天想说 怎么 你不是说很暖男吗 你不是说很体恤人民吗 为什么你今天这么大 暴雨的情况之下 你们还是正常上班上课 那刚刚讲的 这个玉带是从整个台 中国的华中华南 慢慢过来的 如果你看到了华中华南 那更可怕了 是 尤其是哪里 尤其是广州 你现在看到 人家有拍出来 你知道他这十分钟的一个 缩时摄影之后 你就会看到 哇 那个乌云密布 雨是这样子 整个滂沱大雨 这样下下来 然后呢 这广东广西 都是同样的状况 你没有看到全部厚厚一层 厚厚一层 全部都是乌云 然后他们就想到说 十分钟之内 整个天空本来是白的 马上好像看起来像 而且有的时间点 你知道吗 是上午十点多耶 那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怎么会 本来是白天 乌云密到 都让人家觉得 已经瞬间变成了黑夜 那路人就算是有蹭闪 其实也都是浑身湿 他现在看到 你看到这个墙壁 有没有 他是就由这边可以看到 雨有多大 再加上风速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们讲到说 这个雨真的是下的 也真的是太大了 然后呢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 包括什么台 他们所谓的在看出来的台线 台线在广西地区 延长了大概有600公里之远 他说光是看到这个雨 你就会 你这个台线之后 你就会发现 难怪这个雨是之大 那还有包括哪一些地方 包括像是连 浙江这个部分 那个卷门 这么巧 卷卷门完全没有办法被吹破 吹散起来了 所以呢 这个风跟雨的一个强势情况之下 连这个公务中心这个商店里面 全部都是受到了相关的影响 更何况是在马路边的一些车子 所以他们就说真的不要少看这样子 瞬间的大雨 跟是瞬间的一个强风 这也是未来 很想就这个雨带在中国反而造成更大灾害 是 在中国造成更大的灾害 那其实呢 你现在看到这个部分 也就是他们就讲到说 这个瞬间的大雨导致 还有风的情况之下 导致它旁边已经开始坍塌了下来 那同样的状况 他们就讲到说下个礼拜 也一样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云雨带会进来